哈囉大家好我是十六 我現在前面有超多東西 有節能板 可微波保鮮盒還有廚房清潔劑 以及愛神諾剪刀 我超推 這些東西都是我用過一陣子 然後我最後決定要來開團 然後今天會來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我先來講這個剪刀 開箱包裹那集我就有曝光它 然後直接在影片就試用起來 剪刀呢就是廠商其實找我很久了 然後我就想說不過就是一把剪刀啊 那就是大家就是有必要買 因為這把剪刀不便宜幾百塊 然後可是想說家庭主婦買那種 一般的剪刀就好了 必要買到幾百塊嗎 還真療癒耶 那它的設計其實蠻中型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比較難性一點 那因為它一開始是 有點設計像工業用 那我覺得拿來廚房用也很適合 它這把剪刀的力度啊 是你拿來剪電線或是鋁罐的那個鋁片 都可以喔 好這個是一般小北百貨的剪刀 這個是愛神諾的剪刀 好大家可以聽一下那個扎實度 剪刀尖頭的地方啊 它有做了一個斜切的設計 就是可以替代你的刀片 那比如說像拆紙箱的膠帶或是膠布 你就可以斜切這樣一橫劃過去 就可以拆開了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我還蠻喜歡的 刀片的地方啊它有做到三咪這麼厚 而且它是日本不鏽鋼 穩定度是非常的好 我一開始拿到這剪刀啊 然後常常就說 它什麼都可以剪 你盡量剪你盡量用 然後我就想好 你既然這樣子說嘛 我就試了各式各樣 我給大家聽一下 它剪東西真的很療癒 指板真的是輕輕鬆鬆 這應該是大膜了吧 對啊 這個一般剪到這樣 你有用力嗎 有啊我有用力啊 我看出來了 你是沒看我在用力嗎 我的 有啦有啦看出來了 它真的是也要使一點力啊 剪掉了 剪掉了 那你剪旁邊再試一遍 因為我怕那個聲音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你覺得剪得下去嗎 這是鋁罐 我覺得不太可能 這個是一般剪刀剪的裂 它好輕鬆喔 這把剪刀啊 它其實 不只後面很利 它前面一點點就都很利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 鋒利感 它的刀片上啊 其實有非常細微的鋸齒狀 所以你在剪的時候會有一個 滋 那種感覺很像震動的聲音 就很細很細 所以我覺得聽起來就是特別療癒 尤其是像你剪什麼衛生紙或紙啊 就是會有這種感覺 它真的是很利 利到就是我一個女生啊 也可以很輕易的就把竹塊剪斷 我一開始有點不敢剪因為 就是我怕會噴出來嗎 噴到眼睛什麼的 然後時候我都要閉身眼睛 剪 對 然後我就兩隻手上 卡 直接就剪斷了超輕鬆 而且你會剪上癮喔 你會覺得喔 怎麼那麼好剪 它這個其實也可以拿來剪食物 就是像我哥喜歡吃蝦殼類的海鮮 他就會拿去剪蝦子啊 或是螃蟹這種 你看你先剪一隻 然後等一下你再剪別的 看看我這個有餅得厲害 自從吃出就很少嘗到這樣的畫面 對 這樣好剪喔 有沒有 這樣輕輕的 就下去沒有什麼力 沒有出什麼力啊 也很適合拿去露營 就是你隨時就有一把好的剪刀在身上 那我自己的話我是辦公室會放一把 廚房抽屜會放一把 那如果你家有吃肉 比如說有生食收食 你就可以分不同的顏色 比如說我可能黑色是生食 綠色是收食之類的 這樣會比較衛生 那清潔的部分呢 它這個剪刀是可以拆開的 就是你可以很好清潔 那刀具類的部分啊 切記不要放洗碗機 然後你用完 濕濕的一定要擦乾 然後再拿去放 它雖然是不鏽鋼啊 但是你如果很潮濕的環境當中 它也是久了會侵蝕 然後就會鏽掉 雖然它不影響使用 可是你就是外觀就會不好看 所以一定不要放洗碗機 然後用完要擦乾 我們今天分享的商品啊 都在底下的資訊欄會有連結 那大家有興趣我們的團購 也可以加團購LINE 就是不定期會有一些團購的優惠 大家可以關注 接著我們來講瑞康烏的節能版 它是瓦斯爐專用喔 就是愛曲是不能用的 但我覺得它的功能非常多 比如說像你可以拿來退冰 你也可以拿來當烤箱的烤盤 卡瑟瓦斯爐也可以使用 試用過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就帶了一組回去給我媽用 像它常常會退冰一些肉品啊 或是海鮮什麼的 它是百分之百的鋁合金 所以它退冰速度非常的快 有多快我們來試試看 很快有沒有很快 有沒有 你先畫過去 它馬上就再融了 所以你有時候一塊肉要退 或是你零食要拿來煮 你就趕快放在這個板子上 它就可以當退冰使用 它就可以當退冰使用 我哥愛吃的蝦 我們之前實測啊 這個冰塊大概一分鐘左右啦 就融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一分鐘 融化掉了 融化掉了 這個蝦子也很快 等一下你就放著 對啊對啊 它這邊已經連這邊了嘛 它總共有兩個尺寸 一個是24公分的 前後都是平的 那26公分是 前面是有一個立油的凹槽設計 後面是平的 就是量用 我哥第一次用啊 他就拿這個 BBQ的這個烤盤 直接放在瓦斯爐上 然後烤蝦子 不加油喔 他說乾烤蝦子就很好吃 不用加油 然後他那個 因為蝦子裡面有水分嘛 水珠就會直接滴在這個溝槽上面 因為不放油的關係啊 你燒久了 就是上面都會有一些膠垢 你再烤一些 比如說肉片啊 或什麼 你久了也是會有油漬在上面嘛 完全不用怕 因為它是百分之百的鋁合金 有特別做過養肌處理 所以它的硬度會比不鏽鋼還要硬兩倍 你即便拿鋼刷鐵刷去刷 露不太 它就是真的很好清潔 那它有特別出兩個清潔的東西 一個是黑傑特的造液 然後一個是乳木果油的清潔造 這兩個我都覺得很好用 我特別講一下黑傑特就是這一瓶 它是我有拿來清除魚肌 就是很多油漬的地方 它都可以清得很乾淨 那或是你可以拿來清烤箱微波爐都OK 聞起來不會很死筆 因為它是天然的 也不搖手 這是我覺得它最棒的地方 這個清潔造我也非常喜歡 我自己認定為就是 這是普通清潔的時候可以拿來用 然後如果是很完購的時候呢 你用這個造會清得很乾淨 然後你加它的那個鋼絨菜刮布 去清這個凹槽 那這個很簡單買 你去那個什麼消費百貨或什麼之類都可以 都可以再賣 都可以再賣這些東西都可以 對對對 然後它因為它這個有凹槽 所以你就是要順著它的凹槽的方向刷 但是你如果這樣平平的刷 當然裡面就刷不掉 對 這兩個清潔劑都是有含濃霧果油 就是很天然的成分 你使用起來是完全不傷手的 我們之前就有刷過 我媽那個十年的鍋子 很厚的污垢 然後都已經焦黑了 它還是清得起來 真的一塊 一小角 對 但是因為它這個真的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啦 至少有十年的 你要刷需要有一點時間 它才能恢復成原來的顏色 差很多吧 差很多啊 它本來是裡面這個顏色 它本來是這個 是嗎 嗯 差不多 它之所以叫節能板呢 是因為它可以蓄熱 那你把這塊板子放在瓦斯物上面 那它就會導熱嘛 其實高溫的時候它會到達三四百度 那這時候你鍋子放上去 在煮的時候 你即便關掉瓦斯 它還是有熱源 所以它可以達到蓄熱的效果 那像有一些菜肴 比如說你可能要煮五到十分鐘 你可以在三分鐘四分鐘的時候就先關掉 它還是會持續幫你加熱 你把鍋蓋放上去 它在裡面就可以保溫 它還是會持續滾喔 所以它可以達到節能 就是你就不用那麼浪費瓦斯 我覺得你放在瓦斯物上 你的鍋具就不會在那個爐具上面 卡拉卡拉卡拉 就是在那邊抹擦 那因為它是平的 所以你就放上去 我覺得也可以保護你的鍋具 也可以保護你的爐具 因為你湯汁如果溢出來 是會先到節能板上 不會直接跑到你的爐子裡 我覺得在清潔上面呢 也會非常好 我發現它還有一個好處 鍋子通常都會有把手 然後你火大的時候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通常都會容易燒到這個把手 你意思是說 有這一塊節能板 你比較火不會上來碰到把手 對 然後因為有一些木頭製的把手 很容易就會這樣熏黑或是很燙 對啊沒錯啊 這樣對鍋子是比較保護一點的 對 我媽啊現在就直接放兩片在它的爐具上 不然它之前都清它的爐子清得很要命這樣 它就覺得很髒 有時候常常會見東西出來 最後來講可微波保鮮盒 我先講一下它這家保鮮盒的特色 我覺得專門就是設計給上班族或是學生 因為它把所有的配件周邊都設計進去了 像一般保鮮盒就是蓋子跟盒子 但是它還有做它的餐具組 還有它的袋子 有沒有這樣 拿起來是不是很有品味 這就是你的便當盒耶 它袋子是兩個顏色嗎 對它袋子是兩個顏色 是銀色跟黑色 而且我發現它那個是防水 對啊防水它外表是防水 然後因為它還是有做一個保溫的效果 保冰跟保溫 你有沒有發現它兩個不 對八手不一樣 一個是這樣子的 手提的 一個是手拿 然後這個比較是很難針 對 然後它的蓋子啊 也做了五個顏色 就很繽紛啊很可愛 然後它這個啊 蓋子還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變大變高 對啊如果你的食物是 你的菜比較多的話 對 沒錯沒錯 然後你收納需要的時候就這樣變了 然後它裡面啊 還有分層設計 這樣兩個 還有分就是有兩個彩 然後飯就放下面 它這邊細節做的很棒 因為它這個有一個厚度高度嘛 你是不是放下去的時候怕撞到裡面的彩 然後它就有給你一個最高的線 就是你放下去不要操縱那個線 你菜不要 對對沒錯 是不是很貼心 然後它是304不鏽鋼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我蠻喜歡它的餐具組的 第一它是矽膠 然後第二 它不會一直摳摳摳摳摳 就很多餐具組它是 它會朗朗 做膠殼啊 對然後就是很炒你知道嗎 放在包包裡面就會一直摳摳摳摳摳 它就是有筷子 湯匙跟叉子 然後它每一個位置都有對應的卡榫 就有設計一個凹槽給它啦 這樣 我覺得這很方便喔 對啊這很方便 而且我們剛剛看的所有配件 除了這個手提袋以外 你全部都可以進洗碗機 所以你就是吃完回來 你也不用擔心還要擦它 你就反正都包起來 然後回家就直接丟洗碗機 它除了可以分成以外 它也可以單獨拆開使用 就是你的蓋子 是可以放在上層的 然後另外一個你就可以加購你的蓋子 然後這樣就變成兩個保鮮盒 我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以往啊 不鏽鋼金屬類的東西 都是不可以放微波爐的 很容易會起火 那他們都有特別的設計過 讓它可以微波 比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你如果要微波它啊 你有上下兩層 你必須要分開微波 就是先微波下層 或先微波上層 不要一起喔 一起的話 它容易在摩擦的時候 很容易導致有火花 會比較不安全 好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矽膠跟不鏽鋼 同時可以進微波爐 這是OK的 不鏽鋼也可以進烤箱 這也可以 矽膠進微波爐要幹嘛 欸你問的很好欸 為什麼矽膠要進微波爐 我覺得因為有時候啊 你的 你會有裝湯 或是會 有一些食物在微波的時候 它會漸出來 那它就需要一個蓋子 對 它上面就是有一個氣孔蓋 你可以把它拿起來 就是主要是 防劍用的 然後它氣體可以從這邊 對 市售的保鮮盒啊 其實非常的多 像是有玻璃的啊 有塑膠的啊 有矽膠的啊 或不鏽鋼 那我覺得不鏽鋼的好處就是 它很輕 那你不用擔心它摔 它也摔不破 然後也很好清潔 很好洗又很難 所以我覺得對於外食族來講 或是學生啊 上班族 你常常要帶出門 我覺得不鏽鋼 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那像我們自己很常 在特斯拉裡面吃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帶著 如果我們要買東西吃 我們就給店家 請他幫我們裝 那你就可以很輕 對這是我覺得它的好處 然後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以上的影片呢 就分享給你們 那所有的商品呢 就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或是要加我們的LINE 有團購的訊息 希望你們會喜歡 下次見 掰掰 還想要看什麼團購 可以在底下留言許願 有看到最後的人 就有福利抽獎 我們有爭取到艾森諾的剪刀 兩個名額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哪一個東西是你的大魔王 你超想要剪它的 你就可以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會抽出兩個 那抽獎的辦法 會在底下的資訊欄 那我們最後會公布在IG 所以記得要追蹤IG的動態 拜拜